大叔幸福 小伍 相信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距离J86的发售已经很近很近了 很近了很近了非常期待 然后我们也非常荣幸 又是提前拿到了J86这款游戏 并且提前试玩了一下 以及我们这次邀请到了我们两位好朋友 跟我们一起体验这款游戏 熟悉格斗游戏的朋友们 对这两位老师应该不会很陌生 分别是阿邦老师和阿西老师 然后我们也是邀请到了 他们跟我们一起体验了一下 本次J86的一些特色功能 包括这次作为主要卖顶的环球游历模式 是一个新的玩法 非常的斗气 然后以及对大家想精进自己的水平 想基于格斗记忆的非常友好的斗技战场模式 对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阿邦老师和阿吉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对新作的一些见解和感受 好吧 从2022年2月21日J86公布的第一个宣传片开始 不少格斗玩家们就盼着J86的正式发售版 没错 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经历了去年10月12月以及今年5月19日至22日的三次测试后 我更加坚信J86的斗技战斗系统及赛事观感会大放异彩 提升到新的高度 可是离J866月2日正式发售的日期还有几天 这种度日如年苦苦期盼的心情 我想广大的格斗爱好者们都懂 一同变化令我的心情激动于远 我和阿琪将受邀去北京集合网总部提前试玩J86的媒体试玩版 虽然试玩时间有限 但是我还是尽可能的把自己游玩的体验分享给大伙 在今年4月21日 卡普空提前放出了J86的Demo试玩版 在试玩版中 玩家可以自由捏人来完成环球游历的第一章节 还没有体验过J86Demo试玩版的朋友 我会简单介绍一下环球游历模式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放世界单人模式 游玩类似动作RPG 玩家们可以用自己捏人创建的角色 通过拜师学艺等一步步的练习 成长为全能的格斗家 之前Demo试玩版玩家们在对战NPC打斗时 会出现帧数不稳定的问题 不用担心了 我在集合网总部游玩这个媒体试玩版时 全程60帧丝滑流畅 还有不少老鸟一直吐槽不能使用经典的操作模式 过了第一章后 就可以将自己的操作模式 从现代改成为经典的操作模式了 但不得不说 街霸6现代操作模式 对那些完全没有格斗经验的初学者非常有帮助 一键出必杀和组合按键一键连按 能自动连招系统 可以快速上手找到格斗游戏对战的乐趣 环球游离模式里面几乎所有的NPC都可以战斗 玩家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对手对战 获胜以后积累经验值提高等级 就可以解锁技能等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环球游离模式我只游玩到了第三章 一共拜了两个师傅 分别是卢克及春丽 本来想顺着主线快速推进 看看能不能多了解到街霸6的故事背景 但好玩的小游戏及直线事件太吸引人了 玩着玩着 已经忘记开始来到这片区域是为了干什么 走在大街上 我顺着梯子爬上某一箭竹 用招式打破阻挡物可以捡起掉落的金币 还有在夜晚的街道旁看到一名剑我掉头就逃跑的路人 我拼命的追逐想一看究竟 结果引到了不少主动进攻的疯狂齿轮人 我是一路追一路打 好不容易把阻挡我的疯狂齿轮人清扫干净 那个见我就跑的NPC最后还是被跑掉了 多少有点失望 这时呢在仔细观察周边时 发现又到了陌生的新区域 抬头又看到了新的支线任务 对话得知可以挑战初级无伤挑战 打赢NPC后奖励了一个头部街头纤维 算是来弥补我之前的郁闷吧 在逛梅特龙市的街区里面还有不少隐藏宝箱等着玩家去探索 里面存放着各类有价值的好东西 有一些给战斗带来增益的饮料食物 还有提高数值加成的装备道具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我特别期待的组合必杀技自创格斗方式 玩家一开始游玩环球游历的主线第一个师傅是卢克 我们会习得拥有两个必杀招式 分别是迅闪止截拳和上身勾拳 师徒关系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聊天对战送礼都可以提升师徒关系 关系越亲密解锁的招式就越全面 随着剧情的深入 在唐人街找到了春丽后 玩家就可以拥有春丽风格的战斗方式 还能学习春丽的两个必杀招式 有意思的来了 随着我们创建角色的等级越来越高 就可以解锁更多的招式栏位 我当时选择从卢克风格变换成了春丽风格 在拥有春丽招牌气功拳和回旋鹤脚踢的必杀技后 装备了卢克的上钩拳和迅闪止截拳 然后游走在梅特龙市街头 再对战NPC时 战斗爽快度大幅度提升 我当时激动的脑袋嗡嗡的 游戏首发版本18名角色 也就是环球游历模式将会有18个师傅 18种战斗风格 每一个角色又分别拥有最起码4个必杀招式 以及3个超必杀技 我已经开始幻想 拜达尔西姆长手为师 学习装备长手的战斗风格后呢 利用自身的拳脚优势 接着把必杀技的招式装备 一个鼓掠的音速手刀 一个龙的生龙拳 一个老桑的螺旋打装指令头 还有一堆招式 以及超必杀技的搭配组合实在太多 又想起之前在官方的预告片中 我们看到过在线格斗中心大厅 玩家可以用创建角色来联网对战 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女 想好如何来组合搭配 打造最强的街头霸王呢 接下来请阿琪 给大家分享一些斗技战场的相关资讯 各位观众老人们大家好 我是本次的街霸六国际体验馆狗头奇 接下来的斗技战场部分 将由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都说街头霸王系列上手难 到底难在哪 是连招难 确认难 还是对于临场反应的要求太高 其实都不是 新手入门街霸最难攻克的问题 其实是我是谁 我在哪 我该做什么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打开游戏第一件事苦练连招 掌握了连招之后呢立马加入实战 结果一到实战整个人都懵了 别说连招想摸一下对手都难如登天 连招确实是格斗游戏当中最酷的技巧 但是想要在实战当中把自己苦练的技巧展现出来 第一步还是得搞明白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连招运用到实战当中 所以街霸6在街霸系列首次推出了超实用的角色指南系统 这可以说是格斗游戏胎教级别的百科指南 从每一个必杀技的运用方法到角色具体的力回手段 都会逐一进行讲解 无论是对于上手自己的角色 又或者是了解对手的角色 都会提供巨大的帮助 就以春丽为例 你看他现在提供的这套力回打法 是不是就像极了阿邦平时欺负谁有那得瑟的样子 相比起过去我们需要通过社群或者是口狗相传的方式 去了解如何入门上手一个角色 到了街霸6只需要打开角色指南 认真地看完一遍 恭喜你 你已经有了进入格斗世界的入场圈了 当然想要达到国际水平 肯定还得是经过一段漫长的试炼才行 另外这次试玩会还提供了接机模式的体验 没有想到在游戏发售之前 我就可以玩到万众注目的红色旋风桑执尔夫 接机模式的玩法和过去传统一样 一路过关斩将的同时 还有经典的拆车小游戏环节 与此同时还穿插了一些角色的剧情 另外在剧情模式通关之后 会随机奖励游戏的历代插画作为收藏 有收集屁的朋友们估计这下是有的要忙了 最后说一下游戏的对战模式 这次除去非常新颖的现代操作模式以外 最有意思的还得是CPU的对战体验 这一次的CPU设计是非常的智能 它的操作行为逻辑更加像一个真实玩家 尤其是在高难度下它们几乎不会失误 并且会像职业选手那样做出当下最合理的判断 无论是连段还是应对始终都是最优解 如果打算在游戏的初机快速的提升自己的水平 甚至只需要打开两个高难度的CPU 在准备好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下CPU的操作 并且加以练时 绝对可以快速提升自己的对策能力和操作水准 等到有招一日可以打赢8支电脑的时候 相信我你已经战胜了至少80%的玩家 以上就是本次斗技战场的游玩分享 我是狗头奇 我们下次再见